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是过去那几个月的状况 几个月的状况就是 左边那两个就是一个是美金 一个就是长债息 右边就是一个是道指 一个是纳指 你看到大致上都是形成一个很清楚的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其实都是一季左右 或者严格说两个月左右 就是11月左右开始的趋势 底下就是10月见 但是如果真的走出来那单边 就11月才有 但是这个单边其实都是一个短期的街边 就是两个月左右的货制 如果你拉闊一点看 我们之前曾经 记得几个礼拜前有一集 都给一些宽一点的图给你看 你看一些宽一点的图 其实你看到那个 那个走势又不是说真是一个很中长线的单边 都是中长线来说都是一个上落架构 现在就是我们说那个基本因素 就不是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是我想是市场的看法上的变化多些 但是市场那些你知道任何说的 很多时候都是大行想推出一些东西 大行想推出一些东西 大行想有个策略 那么它又会有些故事 飞出来 现在实际上的经济是否很好呢 其实很多美国人都不会认为是 但是就是 毕竟你现在主要那两个指数 一个纳指 一个标指 其实也挺受的那几个 你经常听的 科技七雄就是带着行 尤其是头那两三只 就是Media那些 就是真的去得多 是有个故事有个概念 但是真的要提你 因为如果你都是靠晶片的概念 晶片的概念其实是 好就敢上天花 虽就说上加上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 你纯粹是靠减色的话 不会很耐炒的 通常炒得好几个月 所以到减息真的埋伸 就是所谓realize的时候 你的经济开始转变差 其实大家就 就是那个焦点会转 就不会再放在那里 所以你要时常留意着 究竟市场就是 还有多少股港 尤其是就是说 说完这个股制之后 那个市是否真的有很大反应 譬如你现在那些长债息 长债息理论上就是真的 减息的预期 说到最高的位置 你现在看到了 左下那张图 一路常常都下三八几三七几 都见过 那如果你说 由头到尾减了五口 减五口 这个已经是比联储公自己说的多 联储公自己说的 今年是减三口 四分三 那你现在减五口 你二半 说到那个利率期货 我现在在看三十二个月 那个息口就跌到两厘九 就是由三七半 就是减到两厘九 所以长债息其实是行不到这么多的 长债也要 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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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看到 但是 主要大致上是四 或者四低一点 看哪一只 算是哪一只 算是CBI和3C 都不同 但是其实四 那个胆 那一只在那里 当然如果一衰退 那一只会缩 那一只会缩 按我的拼图 通胀就跌到二 如果通胀跌到二 如果通胀跌到二 长债又可以接近 但是应该又不到那些位 现在你看到 可能短债 会有机会去那些位 但是长债来说 应该会高一点 我估计长债应该是三 最终是 因为长债最终去三的时候 那你现在走五 去到三七几 大概走了一半 一半 一大半 那如果你 譬如抽一半厘 那上去 四 四二半 四二半再扔五格 扔三厘 就是这个图片就合理一些 那所以你看看 会不会有些机会 如果你说真的 整个市场都在说 今年又是债市年 那你的长息 其实现在十年 就相对贵一点 你等它有四几的位置 四半都不到 我不可 又不是很乐观 但是如果你说 上回四二半那一头 是应该有机会的 这个不太难的 短线来说 就是整年来计算 那个息口都 长息来计算 都应该 而常态也有梨梨 那如果你说 我不允计一年 我允计一季 我不想等一年尾 等一季 差不多减少的时候 那你 你也有机会 是有些上落 那些上落 其实没有一半 有半厘 这个也是合理的 下一张 下一张 就是除了长息之外 你另外一些 那些和律支持 可以想 就是现在的和律支持 比如看VIX 左下角那张 低到只有12 13 其实也是值得 因为你看到之前的常态 也是 12 3 比如没有什么东西豆腐 18 9 如果你有东西豆腐 24 通常去到24 5 这个是其中一个关口 如果再不是的 怕一些的话 就是30 40 也有机会 就是当然你未必抓到那些位 那些位是很短暂的 你很专业的 坐在炒房那里有机会 但是就是 如果你12来算 你绝对是可以有条件 用一些衍生工具去鎖住利用 应该是相对便宜的 现在这些位 就是说真的 你上到这些位 在叫应该是便宜的 就是 就是你再买上那个空间 就是 就是会有些人审慎 亦都是 可能会开始贵 有些人是锁定的 但是两只来算 如果你 你的波幅是低的 其实都是 都是好处 如果你锁定的 那个利用 你不要预计 马上有东西看 可能未来一三两个星期 还是一些东西相对窄的 但是如果你譬如 给到 你那个 那个定义 就是 那个东西 那个道企 比如有 有得一个多两个月的话 其实一个多两个月内 你说市场不爆单边 我估计的机会就比较低了 就是有单边走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你不赌方向赌单边 其实这个 我觉得也无坏 老实说 那你除了看刚才那堆东西 就是刚才那幅图你看到 美金来到这个101 因为可能会穿些 也不明白 就是说真的 你 那个动力在 譬如你走多几星期 去到99之前的位 甚至再坐下 我许是967的位置 其实我也不会觉得很意外 但是你 你也是那句 因为现在的基本因素 其实就是 就是 差不多 而且最重要是美元不是说基本因素 是相对基本因素 相对基本因素更加的变化是少的 我又不会觉得你说只是美国减息 其他的不用减 其他就会减 就算是权重货币计 英国会减 欧洲会减 日圆不减 所以你的美元就算有弱的压力 也不是一个全方位弱的压力 加之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减息 其实你债市升得的话 整个市场也有点害怕 那有点害怕的时候 其实拆仓也会夹上美金 所以其实美金没有一面倒的看法 不认为有一个很单边很强的看法 都是如果你举范下100元 你买回它上去也没什么坏 如果你外币来到这些位置 有些那个见顶的情况也挺明显 比如欧洲欧洲 或者绑上去200元 其实这些位置 你不走完 你怎样都要走一些 其实如果从纯粹操作 所以来到这些位置 我想是可以叫做阶段性 有些阶段性很差 阶段性很差 任你说 收水的做法 就是转一转 在网台节目开始接受订购了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圆机过数也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网站 D100.NET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网台专线 电话2297182522971825